现在好像检查什么都会有问题 再来看的就是喜欢手指头 不拎不拎的女生要注意了 因为国内知名的连锁美妆商店 康世美被验出了其下一款指甲油 含有致癌物甲醛 而且含量是超标了36倍 专家就提醒问题 指甲油如果擦久了 可能伤到肝肾 拿起指甲油在手上擦呀擦 现代女性爱美少不了指甲油相伴 但新北市卫生局抽验20件 市售指甲油时发现 知名连锁美妆集团康世美 卖的China Glass指甲油 经被验出含有高达2717ppm的甲醛 是标准值的36倍 另外这一款霓虹指甲油 也含有1000多ppm 超标将近14倍 实际就是进口的数量跟下架的数量 这个部分呢还是需要 我们桃园县卫生局这边协助理清 大概就是原料的控管不当 那游离出这些甲醛 甲醛本被验出惊人的超标量 康世美回应 全品项问题商品即日起全面下架 同时也将向供应商了解原因 卫生局也将持续追查 还有多少同批商品留在市面 五个业者同时也将面临 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或病科15万元罚金 而这些问题指甲油 民众如果长期使用 不只指甲油脆化风险 对身体也有不小伤害 过去大部分被发现 指甲油对可能会产生指甲勾炎 最主要是应该是干涉 想避免买到问题商品 卫生局坦言 从外观的确很难分辨 但民众可以从产品外包装 标示是否齐全 来看出蛛丝马迹 还要记得常消毒 皮肤有异状时 最好别彩绘 同时也要注意彩绘时 保持通风 时间最好维持 涂一周 秀一周的原则 少买来路不明的指甲油 才能健康爱美 不怕踩到地雷 UNITV蔡宗如吴登丽 新北市报道